太子朱镖死后 朱元璋思虑良久 最终将大明江山交给自己的长孙朱云文 为避免各地方王起兵造反 朱元璋精心谋划多年 为自己孙子扫平了障碍 没想到建文帝登基后 将朱元璋的告诫抛在脑后 最终引火烧身 在朱元璋迈进花甲之年后 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儿子朱镖身上 他万万没想到 好在自己65岁那年 发生了一件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 那一年的八月 朱元璋正在准备马皇后十周年忌日 按理说 这件事本应让自己的嫡长子朱镖操办 但是太子从洛阳回到南京后 就生了一场大病正躺在东宫养病 祭奠马皇后的事情就落在朱元璋身上 朱元璋正在处理各项事宜的时候 东宫突然传出太子病死的消息 他在朱镖葬礼上痛哭流涕 但终究无法改变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事实 处理好太子丧事后 朱元璋立刻开始考虑储君事宜 毕竟自己年事已高 随时都可能撒手人患 可朱元璋环顾身边一周 却顿时犯了难 当年刚打下大明江山的时候 为了巩固朱家的军事力量 便将儿子们派到全国各地首江遇敌 正如他所构想的 长子朱镖即被坐守中原 其他儿子保护各处封地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残酷 现在朱镖一死 朱元璋发现自己身边竟没有一个值得托付之人 再加上自己分派出去的儿子们没一个善差 他们在军营中养出一身利器 都是争强斗狠的主 无论让哪一个登基继位 肯定会将其他几位藩王赶尽杀绝 在纠结之际 他看到了年仅15岁 正值朝气蓬勃 意气风发的皇孙朱允文 历史上也有太子暴毙 让皇太孙继位的先例 既然名正言顺 朱元璋便大手一挥 封朱允文为皇太孙 准备培养他为下一代储君 朱元璋之所以做这一决定 一是向几个儿子表明自己的态度 你们几个不要再争了皇帝之位 是不可能传给你们的 二是看中了朱允文不惜争斗 对权力欲望没那么大的性格 而且他自小在京城中长大 一身书生气 不像自己那几个儿子整天要打要杀 在朱元璋立朱允文为皇太孙的时候 还一度引发朝堂内外一番争议 因为朱镖原配常使所生的是 长子朱雄英和三子朱允通 按理说朱雄英年少暴毙后 也应该立朱允通为皇太孙 如果翻看史书 我们便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 朱允通的母亲长室关系网非常庞大 因为他的父亲是明朝开国名将长宇春 他舅舅名气也不小 是明朝另一位大将兰宇 朱允通的身份背景非常深厚 背后有外祖父长家撑腰 还有老旧兰宇坐镇 既然朱允通背景深厚 出身又正 为什么最后朱元璋选择朱允文而非他 其实稍加思索便能得出答案 因为选储君的人是朱元璋 自从他称帝之后 为了防止权力旁落 让自己二十几个儿子 全部去边境掌权 朱元璋宁可承担周朝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 也要把权力握在朱家手中 他怎么可能选一个被两大外戚势力包围的朱允通 果不其然 在朱允文被列为下一代储君的第二年 朱元璋就启动了震惊朝野的蓝玉案 这是朱元璋第一次为朱元璋展示 什么是帝王雷霆手段 他先是悄悄调查 收集蓝玉一系的犯罪证据 然后借锦衣卫之口举报其罪行 在蓝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将其捉拿归案 再慢慢审问调查 将其好友全部捉拿归案 从文臣武将到远亲近期 还有蓝玉身边的大小将领 一共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这一杀彻底断绝了朱允通的征帝之路 也为朱允文的称帝之路扫平了障碍 朱元璋看似杀起人来 雷厉风景 经常搞得满城风雨 人人自危 但这些都是私下里布局已久 在行动之前不动声色 等到出手时便是迅如闪电 丝毫不给对手反抗的机会 可惜祖父朱元璋的这次精彩操作 朱允文只学的皮毛 并未将其精髓看透 虽然朱允文没学会 但朱元璋这次杀法震慑住了 他那几个蠢蠢欲动的儿子们 无论是北方的燕王朱迪 还是善于计谋的宁王朱全 都不再对立黄孙伟楚多说什么 直到朱元璋去世 他们都老老实实待在自己封地 根本不敢有任何忤逆动作 就这样过了八年 在洪武三十一年春天 朱元璋感觉大陷僵致 把朱允文叫到身边 询问他日后如何应对 分封在各地的藩王叔叔 朱允文也知道这是他即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现在有祖父坐镇京城 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自己 但是祖父一死 那些手握大军的书说 怎么可能安居易于 于是他思索一番 对祖父朱元璋说 第一步 我将用德行来安抚他们的心 用理智法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 朱元璋反问 他们不理会你的礼节 强行为难你呢 朱允文表示 自己可以削减他们的封地 如果依旧知错不改 那就废除他们的职位 朱元璋满一滴点点头 随后又继续问道 如果他们不听调遣 那又该如何 朱允文故作痛苦道 若他们一意孤行 那只能出兵讨伐他们 听到朱允文的应对之侧朱 元璋感觉自己这些年的悉心教导 没有白费 没错 朱允文所说的这四步底牌正是 朱元璋这些年苦心故意谋划的结果 朱元璋也知道分封制的弊端 一旦处理不好 必然威胁皇权 所以他这些年一直维持着他 这几个儿子之间的权力平衡 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 只要其中一个想造反 其他几个藩王必然出兵制约 在这种平衡之下 朱允文就能斡旋于他们之中 通过政治手段 不断削减各大藩王的力量 但谁都没想到 朱允文在登基后 将这四张底牌抛之脑后 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在举办朱元璋葬礼这样的大事上 朱允文应该拿出第一张底牌 以礼扶植 比如主动下诏 让各地藩王入京 参与朱元璋的葬礼 可能朱允文害怕自己这些藩王叔叔 竟然下令禁止所有藩王入京 并且埋葬后 也不准他们前来调宴 按理说 先帝去世 这是拉拢人心的时候 但建文帝这一行为 彻底含了所有藩王的心 所以第一张底牌直接作废 不等其他藩王有所动作 建文帝自己主动站到了 所有叔父的队里面 本以为这一步棋已经够臭了 没想到建文帝登基后 不到两个月 又搞出一番骚操作 自己的堂弟朱友训壮 告父亲周王有谋反计划 建文帝想都不想 直接派兵将周王诸素 抓拿归案 然后流放云南 虽然此次行动非常干净利落 也对其他藩王 起到了震慑作用 但诸素实力并不强 而且很少领兵打仗 在藩王中根本没什么实力 看似是敲山镇湖 其实是打草惊蛇 可能建文帝尝到削藩的甜头 也体会到了 掌握别人生死的权力 所以他开始更加频繁制裁藩王 自他登基后的短短一年内 他先后剥夺了五位藩王的职位 其中 湘王不堪其辱 直接自杀了 除此之外 他还派兵将燕王朱迪 列为下一位制裁对象 这时候 建文帝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底牌也没用 直接出最后一章出兵讨伐 在朝内部分臣子的鼓吹下 建文帝究极大军准备一举拿下燕王朱迪 三番五次的削藩让朱迪苦不堪言 在看到前面五位兄弟的下场后 他决定骑兵造反 之前燕王一直不敢有造反之心 是因为他背后还有一个宁王看着呢 宁王封帝在北方大宁 也就是现在的内蒙赤风 如果燕王骑兵南下 那宁王必然率兵南下 攻打燕王北平 但是好巧不巧 宁王在这时候也被制裁了 被剥夺军权 每日无所事事 于是燕王朱迪赌了一把大的 让儿子朱高迟死守北平 自己率大军北上攻打宁王 因为宁王被夺权 所以没怎么抵抗 就被朱迪收服了 宁王一看 自己落得这样的下场 于是便接受朱迪抛来的橄榄枝 打算推翻建文帝的统治 燕王 宁王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盛的两大藩王 两人合体后 朵延三位都心甘情愿为朱迪所拥 于是燕宁两路大军大举南下 一路摧枯拉朽 直接打尽了大明京都金陵 而建文帝见状如此 一把大火烧了宫殿人也不知所踪 建文帝朱允文明明握一手好牌 却因为自己的傲慢 毁掉了祖父朱元璋的精心布局 他又急于学藩 将四张底牌尽数废弃 如果他循序渐进 也不至于成为短命皇帝